总统蔡英文才出访回来 外有中国军演 内有网友指控 总统府侍卫又买死烟 4月10号凌晨 一名灵性网友在脸书上 PO出这张代购香烟订单 说烟党没尺度卷土重来 800万比上次还多 8小时后Mobile01平台上 另一篇贴文接力起底 指控订单买家零件客 服务于内政部警政署第四总队 后来被调去总统府 当蔡英文侍卫 购买800多万香烟 交货地点就在总统出访专机 起降的贝里斯机场 大酸静看这次怎么解释吧 在机上并没有做相关免税品 或者是购物的行为 那在行前的时候 其实府方跟主办单位 也有来去提出说 在这次的旅程中 并不会有相关机上 购物跟免税品的 购置的一个状况 参与这堂出访的 民众党立委邱成员指出 专机上根本没有 贩售免税品 但谣言从脸书传到PTT 再到论坛 总统府马上向警方报案 总统府发出声明稿 强调出访专机 没有免税品贩卖服务 更无谣言所称的货品上机 从世卫到访团 都没有林建克这个人 而记者实际拨打电话 订单上林建克的手机 林波的电话没有回应 网友也群起当键盘柯南 直指订单上的PC Home信箱 2020年就停用 发文的脸书账号 发出的唯一一篇贴文 接力的Mobile01账号 注册十年 也只发出这一篇文 是否造谣产业链 背后是谁 有待警方查得清楚 三逊格子刚好上台北 怎么的